二大一广场赵益彰也不愿意? 北市成母鸡最弱年 今年的台北市长选举,无疑是有别以往的一场大混战。 台北市不仅是首都,更是未来总统的姚兰,从陈水扁到马英九,都是星光熠熠的政治明星,不过,今年的首都却陷入大混战。 无党籍的现任市长柯文哲遭受蓝绿夹击,带有年轻族群力挺,国民党的丁手中与民进党的姚文志,至今连各自支持者都还没完全归队,堪称是最弱母七年。 作者发现蓝宁市议员参选人纷纷找上张善政,红友一颗照,希望拉抬选情,图记者临近民社。 在这样的局势走蓝绿小鸡各自找寻名人加持,除了在现任后人气质跌反升的前总统马英九。 在这段期间抢进风头,连党主席吴敦义都比下去,全北市趴趴走,找马推荐或加持的选将络绎不绝,甚至还有马好联盟。 除了马英九之外,现任后人气一直维持高档的前行政院长张善政,也成为另类的母鸡,不止县市长参选人找张善政当市政,县政顾问,市议员参选人也纷纷找上张善政。 以台北市为例,某位市议员参选人照上张善政拍配件影片,引发其他人群起校友,也纷纷向张善政挂号,有一位寻求连任的市议员选将原本以为自己在选区内抢的先机。 没想到从张善政口中得知,原来同选区的同党新人玄疆,早已透过各种管道杰族先登了,让他警户新人手脚真快。 反观台北市真正的母鸡丁手中,至今却还不太多与市议员的联合造势活动与竞选看板,还不如隔壁选区首次参选的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,侯友宜甚至还跨足到高雄、宜兰、桃源等其他县市去。 投入选区就是想拿到选票,赢得选举,名人加持的目的也就是希望获得币音,为自己带来选票,但统一选区多宁选将找统一人加持。 效果自然是打折在打折,但小鸡们还是络绎不绝,凝烂、泛滥、物缺的心理作祟,不难看出来赢小鸡对最弱母鸡年的焦虑。 作者简介黄彦雄,出生军工焦家庭,传统产业中阶主管。 今年的台北市长选举,无疑是有别以往的一场大混战。 台北市不仅是首都,更是未来总统的姚兰,从陈水扁到马英九,都是星光熠熠的政治明星,不过,今年的首都却陷入大混战。 无党籍的现任市长柯文哲遭受蓝绿夹击,带有年轻族群力挺,国民党的丁首中与民进党的姚文志,至今连各自支持者都还没完全归队,堪称是最弱母鸡年。 作者发现蓝宁市议员参选人纷纷找上张善政,红友一颗照,希望拉抬选情,图记者林静民社。 在这样的局势走蓝绿小鸡各自找寻名人加持,除了在现任后人气质跌反升的前总统马英九。 在这段期间抢进风头,连党主席吴敦义都比下去,全北市趴趴走,找马推荐或加持的选将络绎不绝,甚至还有马好联盟。 除了马英九之外,现任后人气一直维持高档的前行政院长张善政,也成为另类的母鸡,不止县市长参选人找张善政当市政,县政顾问,市议员参选人也纷纷找上张善政。 以台北市为例,某位市议员参选人照上张善政拍配件影片,引发其他人群起笑游,也纷纷向张善政挂号,有一位寻求连任的市议员选将原本以为自己在选区内抢的先机。 没想到从张善政口中得知,原来同选区的同党新人玄疆,早已透过各种管道杰族先登了,让他警户新人手脚真快。 反观台北市真正的母鸡丁手中,至今却还不太多与市议员的联合造势活动与竞选看板,还不如隔壁选区首次参选的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,侯友宜甚至还跨足到高雄、宜兰、桃源等其他县市去。 投入选区就是想拿到选票,赢得选举,名人加持的目的也就是希望获得币音,为自己带来选票,但统一选区多宁选将找统一人加持。 效果自然是打折在打折,但小鸡们还是络绎不绝,凝烂、泛滥、不缺的心理作祟,不难看出蓝营小鸡对最弱母鸡年的焦虑。 作者简介黄彦雄,出生军工焦家庭,传统产业中接主管。